我的名字是我特代 六四歲來 我的前期朗世正牧名 我哥哥他來燒成酒瘋 我來過來了 聽說北京來的聖書舟來了 我發現我的情況 我也喊話不會說 替我這兒子說話吧 我會 對 對 對 主要是因為 嘎叉書記的操場租領酒瘋 我家原來有4,313座操場 2003年時 我們家已經欠國公兵貨款 被在屋內 將家裡的1,900座操場租領給他 給他抵賬 足期10年租金5萬多元 2013年合同到期後 我們去收回操場時 郭卻說 租領合同上寫著是永久性租領 我們老兩口子 都不是漢子 當初相信他們才在他小舅子起草的合同上簽的字 他小舅子 當時是政司法局的幹部 現在據說 由當上了安苏正的政協主席 看到這個被他們欺騙 和我們很氣憤 開始憑律師打官司 我們以為中國現在是法治社會 我們又有利 官司一定能打贏 結果卻是我們敗訴 其實按當時的操場承保價 1900畝操場至少應該每年七八千元 因簽國控兵貨款 所以我們就以5000多元的第一價租給他 十年公計五萬多元 如果正向他所說的是永久性承保 我們絕不會以五萬多元的低價租金 低價租金給他們 他們的 他的 國長在我嘎查當了九年書記 他對於我們一直打官司 打官司恨在心處處吊難 連我女兒入黨蓋帳 是都不給蓋帳 類似的事再次就不意義說了 聽說中央雄士族來到內蒙古了 就是要解決幹部腐敗的問題 所以我上方告狀 把嘎查書記國公兵 利用職權欺壓百姓的事情相聲 相聲反映 希望政府給我們老百姓主持公道 稍微帶真正趣 警告 相撲負逢